一些這個行程 所以我們是不是兩到三個問題 是不是拿幾位媒體朋友 想要到前面來提問的 嗯 嗯 這是馬克風 是一個現場 有兩到三個問題 但是 但是 我不回答政治的問題 我不是那麼好 請你講得慢點 講得聲音 講得大一點 把馬克風 沒問題 這個董事長也有要攻 嗯 我們是不是可以接受最後一個問題 如果我們 是 我們再開放最後一個問題 好啊 謝謝 我問我的問題 OK 謝謝APEC除了川普之外 還有可能會見到 有其他就是 中國的主席習近平 有沒有可能類似有一些什麼 閉門會談之類的 那尤其最近 蔡總統不斷地去提到所謂的 亡國感這件事情 台灣有可能會再遇到 所謂的亡國這樣的一個處境嗎 呃 習主席 會見到 我沒有現在 到現在為止 還沒有什麼 呃 計畫要跟他 談什麼 沒有什麼計畫 呃 至於你第二問題 呃 我我我跟 我剛剛講過 我不回答政治性的問題 教您一下 剛剛您提到您的太太 第一次去的時候 是太太失憾 或者您回答 或者是夫人回答 都可以 他不容 他不容請他回答 過癮 過癮 那事實上 有很多夫人 對藝術跟慈善 都有很多的經驗 所以我們在一起 會互相的 交換意見 那這一次 我相信 我們會更 舒服一點 就是更舒服一點 因為去年都很認識了 今年我們會有很多話題 可以談 所以我不擔心 第一次跟第二次有一個 日本首相阿比的太太 她第一次 她也去了 第二次也去了 對不對 那這次我想她那個也會去吧 沒有 因為 其實上次 跟美國討論的時候 關於貿易的問題 是鄧振偉 通通都在場 所以 這個 假如是 有什麼 後續的 要追蹤網 後續要追蹤網 這個 我相信 鄧振偉 都已經去追蹤網 鄧振偉 對 好 那因為這個董事長一定有藥工 我們是不是在接受最後一個問題 因為我們要對面交代 好來 對 尤其剩下九十天就要選舉 那可能很多人會覺得說 您的這個代表出席 也許會解讀一些政治上的解讀 覺得您是不是可能挺蔡總統之類的 會不會擔心有點失焦 其實每四年 都會有你講那個問題 我是覺得是大家太 政治的想像太豐富了 關於這個 關於國內的選舉 國內的分子 我以前曾經 好幾年 七幾年以前 我說 我支持 民選的 總統 我支持民選的總統 我們必須要安排場地的重設 我們再開放最後一個問題 謝謝 好 這個都是他的程序 他是他的問題 不是我的問題 OK 那之前傳出韓國瑜想找民當副首 不知道這方面有沒有什麼意見 沒有這回事 沒有這回事 請我 我報紙上看看 沒有這回事 谢谢大家